19号晚间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巡逻远警 在新城乡嘉里路发现了一台失窃的白车轿车 正当远警要上前盘查的时候 这个攀星驾驶不但聚检不配合 还倒车冲撞 远警险遭脱刑 立刻对空鸣枪之后击破车胎 并且成立了专案小组漏夜追捕 最后范贤士在犯案后13个小时 就找警方给锁定顺利依法逮捕 白车轿车拒绝受捡 蒙彩油门加速倒车 差点就撞到执勤远警 警方当街开枪反制 就蹦蹦两声而已啊 然后我以为是放电炮 我就感觉不对 一好像是枪声的声音 然后除了有时候警察就在这里 他在追车 然后他开他们开两枪 19号晚间9点半 花莲县警局交通队在新城乡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辆在屏东失窃的脏车 远警下车正要盘查 窃贤心虚突然猛踩油门 倒车冲撞执勤远警 警方当街开枪反制 但还是被窃贤驾着张车 逃逸无踪 没想到还不到半个小时 陷阱局就接获通报 有名女子脖子受到枪伤 自行就医 我们事后也发觉本局同仁使用枪械 商级该车副驾的一个黄姓女子 那潘姓嫌患不仅未将该女及时送医 甚至将其丢包至花莲国军总议院附近 所幸黄女警局开刀后 没有一个生命危险 警方随后寻现找到被窃贤丢在路旁的张车 清查窃贤身份后确定 这名潘姓男子不但是一个窃盗现行犯 还是被地检署发布的通气犯 专案小组漏夜追捕 随即在案发后13小时 逮捕这名把女友丢包 自己藏匿在朋友家里的潘姓男子 讯后将男子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综合报道